今天来教大家做叉烧水饺云吞面 材料有 首先准备五伯克的花卵肉 准备所有所需的材料和腌味料搅拌均匀 均匀涂抹在肉上,腌制8小时 加入一汤匙的水 加少许黑酱油 再加少许蜜汁 全部搅拌均匀即可 搅拌均匀后,开始放油下锅煎肉 开中火关盖煮一下 准备蜜汤加玫瑰露的水 开始收汁,涂上蜜汤加玫瑰露的水 最后开大火煮,再加入蜜汤水 准备所有水饺所需的材料 加入蛋白,全部搅拌均匀即可 用保鲜膜包住,放冰箱15分钟 过后就将馅料包进饺子皮 开始煮酱鱼仔汤 先爆香姜鱼仔,加入水和胡椒粉 加入少许的盐 过后,把水饺丢进汤煮 水饺就完成了 将云吞面用热水烫过后 用冷水冲洗 再用热水烫一轮 加入一汤匙的香油 猪油,酱油,黑酱油 胡椒粉和少许的麻油 加入少许的汤 全部搅拌即可 把面条加入调好的酱汁里 加入少许青菜 把煮好的水饺捞上来 将煮好的花奶肉切片后 放在云吞面上 可加入少许青辣椒就完成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